1985年 賈伯斯離開蘋果 隔年1986 他就買下了 盧卡斯的電腦動畫部 成立了皮克斯Pixar 有人形容賈伯斯 他一生建立了兩家 全球偉大的公司 一家是大家熟知的Apple 另外一家就是皮克斯了 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內 皮克斯創造了很多 快智人口的動畫 當然包括玩具總動員 還有怪獸電力公司 還有超人特工隊等等 想必應該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 童年回憶 那接下來這幾張海報 就是歷年來成績 最好的前五名作品 他們的票房都突破了十億美元 叫好又叫做 這當中有超人特工隊 還有玩具總動員系列 但是沒有想到第一名 是超新鮮剛出爐 今年暑假才剛上映的 Inside Out 2 腦筋急轉彎 他一舉超越了 所有的皮克斯動畫 成為排行榜的No.1 我有去看 這部真的好看 而且裡面竟然 突然給你來一個哭點 2024年皮克斯推出的動畫片 腦筋急轉彎二 分斷十九天突破十億美元大關 創下美國動畫電影史上 最快突破十億美元歷史記錄 也拿下今年上半年 全球票房冠軍 你好 我心情 我可以放在哪裡 一個新的情感 我抱歉 我們想要做得很好的印象 你意思是我們 我懷疑了 序集的故事內容圍繞在剛進入青春期的來歷 大腦總部迎來了四位新情緒 阿嬌 阿牧 阿費 和阿修 強勢主導他的社交生活 而序集的主軸就是青少年最在乎的統裁關係 我真的被揮到很快的心情緒 很快的心情緒 我記得在我身上的心情緒 我還在我的毛巾上 我還在我身上的腦筋 我還想說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一故事 那我可以跟著我 那我可以跟著我 然後大家 都很期待 然後準備了一故事 因为它们感到很亲密的与他们的疲惫和疲惫 结果,这应该是最自然的感觉和最好的Pixar剧本 今年由迪士尼推出的动画电影 鲜少引起现象级的讨论 疫情期间因为隔离政策 迪士尼关闭了两处主题乐园收入减少 加上电影上映遥遥无奇 都让迪士尼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 大压剧已经开始了Pixar 迪士尼推出了自己的串流平台Disney Plus 除了想补回乐园及院线电影造成的资金缺口 也想拓展过去缺少的线上资源 为了最大程度的宣传 迪士尼让多数作品选择直接上串流 培养观众在电视前便可观赏影片的习惯 Netflix及Disney Plus等串流平台 在疫情的退播助澜下 攻占了大家的客厅 当观众习惯在家看电影 在戏院上映的动画作品 包含皮克斯的招牌IP 巴斯光年 新创作的元素方程式 票房都不如预期 这次《脑筋纪转弯2》 可谓重振升威 票房口碑叫好又叫做 也促使迪士尼的执行董事 鲍勃艾格 重新改革动画部门 在我们特别的情况下 特别是这些电影 这些电影 它们不太好 它们不太高 不像每个人所提到的 我们也增加了我们的电影 打造商業與創意艱鉅的新作品 應該是皮克斯高層眼前最焦慮的難題